今天,咱们来一起蛇火吞蝉蝠吧 注意看,哲发起了进攻 他狠狠地咬住了蝉蝠的脚 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 蝉蝠感到巨大的疼痛 立刻挣扎着,试图逃脱蛇的掌控 蝉蝠的一只腿不断向前蹬 另一只手拼命地往前趴 但哲的咬合力十分坚决 他紧紧地咬住蝉蝠的脚,不肯松口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 蝉蝠的生命岌岌可危 但他并不轻言放弃,顽强地抗拒着 蛇为了将猎物纳入囊中 撑起了自己的身体 咬住蝉蝠并试图将其带走 蝉蝠被困在蛇的控制下,无法逃脱 蛇用巨大的力量试图将蝉蝠的双腿 吞入自己的体内 而蝉蝠则一直在挣扎 试图保住自己的生命 不久之后 蛇的毒液开始发挥作用 蝉蝠感到麻痹和虚弱 逐渐丧失了抵抗的能力 他的挣扎渐渐停止 不得已放弃了抵抗 此刻 蛇得以美美地享受着这顿美味的晚餐 蛇的牙齿帮助他将蝉蝠送入口中 而消化过程也已经开始 这个故事虽然充满了残酷和戏剧性 但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反映了生存法则的残酷现实 在自然界 每个生物都在竞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繁衍 尽管这一幕有些悲伤 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生命的多样性 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生态系统中维护平衡的重要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结束了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